電視上的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2017年如實戰績 台感澳精英賽第三季的比賽現場 在看完第一場對戰組合之後 下一個對戰組合是由來自台灣的Virtual Tommy對上來自香港的Bluetron 讓我們先歡迎來自台灣的Tommy進場 Tommy選手 來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來歡迎我們來自香港的Bluetron 兩位在賽前我們一樣要來個這個 信心喊話一下 你想對對手說什麼 來 我改版你無感 但我的頭你翹不爛 他是針對這個對手 帶了這個四副快攻的這個喊話嘛對不對 來Bluetron 來 我覺得你明天就乖乖去當主持好了 這個火藥味相當濃厚喔 翹皮翹皮 來我們握個手 比賽即將開始我們直接就座好不好 比賽即將開始我們把現場畫面 交給專業的主播及賽評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台港澳競賽 我是主播齊斷金 我是賽評UZ 好 那我覺得這場是一個四季對決 四季對決嗎 對 我對雙方選手都有一點了解 我稍微來提一下Bluetron是這個香港選手 然後跟UZ是常會一起練排 當然我跟他也有練過排 然後他上一季的宣言他說 我才是真正的鬥夜殺手 對 然後他的排組怎麼用呢 跟UZ120張好像是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嗎 剛才看起來是完全一樣 所以也是 我看到他的排組名稱就叫做 你改版我不管 我敲爛你的頭 對對對 就是他已經鎖定目標了嘛 那稍微提一下就是 Tommy這個點 他其實很明顯知道他的意圖就是 節奏法就是 是秘密法的改良版 剛才有提到 然後放了麥迪文跟烏鴨王 也算是比較走後期這樣子 那我剛才有問他說 任務法只能打慕斯 可是這個節奏法 帶有秘密這種是可以打任務法的 因為夠快 而且直擊傷害也夠多 然後他則是 而且我剩下的排就是 這個 獵人跟德魯伊 然後德魯伊是有帶偷秘密的 然後最後是牧師嘛 其實很明顯他想是要 他應該是要抓德法 而且他應該是要抓法牧 反正現在就是抓這種類型的東西嘛 對 就是法師牧師比較熱門的 但是這一場 Bisschunk他是4塊完全都沒看到 可能有法師是 也是有秘密吞死的可以去吞 但是 控不控得住 夠不夠順都是一個問題 是啊 因為剛剛那個就已經可以看到沒控住嘛 所以我還蠻好奇他怎麼會有一個打不爛的自信 我真的蠻想看看 因為 這我還是先不要讀奶好了 就 待會再看情況 不要讀奶 先不要說什麼 我看好哪一邊這樣子 我覺得快出事了 沒有我 我看好Tommy啦 因為 我跟Tommy還是比較熟的 我覺得他是最近那個練習啊 幹嘛的 真的蠻用心的 所以我當然是以朋友的角度多支持他一點 我這個人私心重一些 噢私心重一些是嗎 私心重一些 OK沒有 雖然我也很想支持就是 我也來支持一下 但通常我支持的都下去了 所以 我這邊先收個手 天啊我支持的好像也不太妙 你現在壓力是不是很大了 不會不會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可以破除這個魔咒 應該是有機會的 畢竟 實力也是很一線的選手 如果等一下看到我沒有坐在這邊 大概我已經被他拖去打了 他已經被抓去這個 這個擦水錶這樣子 對 OK 已經被抓去擦水錶了 嗯 不過 老實講我覺得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尷尬 我覺得 不管Virtual是進了敗部 還是他成功晉級下一輪 我覺得這次的比賽他是有一點優勢的 哦 因為我覺得法目自然也不少 嗯 是啊 所以我覺得他只要成功 因為 當然這也要看他的執行程度 因為如果你今天都帶了 你是不是被等一下要抓住 對啊 如果你抓不住那就另當朋友 但假設都抓住的話 我覺得他是會有一些優勢的 我記得Tommy的是 有帶那個秘密吞噬者 嗯 所以說 他還是蠻多套都有帶秘密吞噬者 所以說他在對抗法師的情況下 勝率我覺得會 提高非常非常的多 對 只要有吞到基本上法師都打不太回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秘密法這個地方 蠻有可能 過不去 對 主要 就是要鎖定法師 我覺得就鎖定法師 因為對方沒有牧師 直接鎖定法師 對 可是 鎖定法師要有一個狀況是 法師內戰盡量不要王見王 對 Tommy這邊的視角來說 你覺得Tommy會 Tommy應該是直接Ban獵人嗎 雙方都直接Ban獵人這樣子 對 就是在第一開始的時候的設定就是 在 我們上一場播到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就是在那個時間點我會Ban獵人 然後他們這次兩個人都選擇 把獵人Ban掉了 對 這次所有的快攻好像只有獵人沒被動刀 其實獵人 這樣算快攻嗎 就是 是啦 他T5T6就打完了 就是 他打到中期也蠻有力量 因為獅子是太強 我們可能不要講 我們講變數可能比較 中肯一點 變數列 對對對 講快攻的話有點太 不這麼符合 說真的 因為前面二回在外婆 其實還蠻溫馴的嘛 對啊 而且 也不像以前一樣 什麼T激烈 最大才放到4 或者是 然後各種天生機各種案 狼起兵之類的 現在連 有的像Virtual還給他放變身的 對啊 有放變身的打到後期也是猛到不行 主要其實我覺得獵人的 變身的戰吼效果 其實 還不錯 很不錯 是真的很不錯 他們現在在 saddle 我覺得這種 躲貓貓的 對戰來說 職業順序真的很重要了 那 一樣 我們來猜一下 我自己是 Tommy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應該 我覺得推薦賊 快攻賊可以先 好吧 來不及了 好 這邊很勇敢 他選擇直接上法師 這邊Piece匆選擇很 貪的打法 說不定他想要直接 三上法師 如果他沒過的話 就是 他覺得說我法師過了就過了 對對對 他先打一個最 這是一種 理論 就是一個概論來說 因為 如果今天 對方三副牌都還能用的情況下 假設 不論對方的操作 你是最 容易 以最低機率去 面對你那一副 因為就是33% 對 那如果說對方剩兩副 那就提升到50 所以 他這做法其實 一部分可能也是賭 Virtual這邊不會第一套 衝法師那一戰 然後我們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Tommy就是沒有帶啟動 Tommy的 德魯伊是 整副裡面是沒有帶啟動 然後 後面 最大 如果10費不算的話 8費 麥迪文 麥迪文是不太 意外 對 麥迪文是不太意外 反倒是 比較特別是多兩個預言音記 對啊 那把啟動換掉 也有一個是放去 放那個 密吞使者 還有末日 現在很多人會放一張末日 就因為很多人會放一張末日 所以現在很多人會放 煉金師 對 這還蠻合理的 對啊 這還蠻合理的 就是 就是一個 互相對抗 老話一句啦 同一 同一條船 太多人坐的話 會沉的 每個人都在放這個 然後就會有人來counter他 這樣子 好 這邊應該是正常下了 我覺得顯得是很尷尬 是有點尷尬 我覺得這個上法真的是不錯 但他今天遇到了一個 他卡對方順的情況 現在就撞吧 這個一定要換的吧 不影響你的勝利方程師啊 說真的 其實法師這個地方 哇 兩台 哇這個手牌看起來 太不像偏快的東西了吧 這看起來好大 我們看一下這個蛇有點難處理喔 這個蛇不好處理的 不過這邊 打這個加憤怒 打不在蛇身 沒有辦法打在蛇身上 對 這邊有一個法鈕 沒得選吧 應該就 只有這個選擇 該怎麼做呢 我覺得理解上是這樣啦 我們會覺得說 這些快弓怎麼都這麼奇怪 跟我們以往看到的都不一樣 但 想提醒一個點是因為 現在的快弓其實選項很少 然後現在的抗快手段也沒那麼齊全 所以 等於是大家都有點老化的感覺 對 大家都退化 等於說 這個東西雖然他沒有真的那麼快 但是就整個版本跟環境下 他確實是蠻快的 他還是快的 對啊 就是 會打到7、8、9 嗯 第8、9 剩這樣 就是 我一直都記得那個BENBRO 我們這個盧石射箭說過一句話 你的牌 強目強是看對手而決定的 這邊這樣 這個大蛇有點麻煩 這個大蛇是會有點麻煩的 但我覺得 這邊我們反過來看法師 我覺得下一個回合也是一個 蠻關鍵的選擇 法師的話 你不覺得直接再丟一頭蛇 很猛 就直接真的是 那我想問一下UZ 這邊如果火球天真劑 蛇踢頭的問題是 兩頭蛇比較猛 嗯 我覺得雙頭蛇還是比較猛 雙頭蛇 可是 因為你是快攻嘛 你也不想 你也想說 你不會因為這個蛇的關係 被對方給弄死吧 血量對你來說確實不重要 當然 你也是可以火球小火球踢頭啦 反正後面的東西 你就都一隻打滿水星就好 一隻 一隻大蛇在場上 攻擊也夠 我覺得一個說 差別在於說 你先建立台面還是先拿傷害 因為這一下 這個8點踢下去 真的是蠻誘人的 對 只是這個地方 這個力可能就 直接變身嘛 然後兩隻嘲諷過不去 應該是我選擇嘲諷啦 嗯 還是 這邊會選擇 你覺得有可能會選 獨一嗎 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可是獨一可以拿到檯面 他選嘲諷打不回來 可能得選獨一喔 他加那五防 這邊可能得選獨一喔 這邊不選獨一打不太回來 他要怎麼樣把 場面拿回來 我搞不太懂 這邊就直接傳送門丟一個吧 喔 可是如果你選獨一有個問題 可能在於說 這邊先站馬踢臉 然後開始直擊 可能就要倒了 這邊站馬踢臉 對 這邊站馬踢臉 可是解的掉 如果解不掉到底該怎麼辦 可以至少可以空場啦 對啊 解不掉到底要怎麼辦 這場面到底要怎麼辦 就是 就變成說 說真的這兩隻蛇 等一下會同時踢到臉 這才叫超可怕 剛剛那邊給他踢一下感覺還行 因為加五 加五護甲 我自己可能偏向那個地方 可能是得有獨一的 我們要算一下血量喔 我順便打得死喔 嗯 呃 3 一個揮擊再是6 揮擊揮多少 揮擊揮10滴嘛 嗯 我覺得也可以自殺完之後做一個6加1啊 這邊好像殺人 這邊好像 你先6加1 下一回再來揮嗎 對 對 對啊 或者是你可以天天即時要算一下差距在哪裡 這第二頭蛇在剛剛那個時間點丟 偏尷尬 咬頭吧 他被自己的雙頭蛇弄死 不過這裡有法反啊 這裡相對來說有法反 剛剛那個情況我真的覺得丟那個比較好一些 就是丟一個 破門這樣子 對 剛剛那個情況 兩邊都是 摸到大概就人就要炸了 嗯 法師 要我想一想 好像無力揮天 看起來好像無力揮天 因為等一下直接揮頭就是10滴 人剩3滴 隨便摸一下你的蛇你就倒了 哇他很懊惱 真夠痛 真夠痛 他很懊惱 因為 說真的他的手牌其實很好 剛剛的選擇很多 可是他選擇再丟一隻蛇 導致自己的血量不夠 我怎麼感覺 他一個 有點崩潰 有點很崩潰 因為 說實在話現在變成這樣子的局面然後過不去 好像 沒有這蛇先不要動也許還可以再看一下 蛇不能動 蛇完全不能動 但這樣好像會死 因為這邊有破法者再加一個印記再加揮擊 應該會倒 應該是都行 都行 對 因為這個會有10點傷害嗎 對 10點傷害實在太多了 這邊還是 選擇要這樣 都行啦 都行啦 也沒有BM 反正就是敲一下會死就OK了 我覺得這裡有兩個理解 我覺得 我回頭再討論一下剛才那個毒 因為當下沒辦法想得很清楚 但我覺得兩個理解 一個點他就說 像是 Tommy剛才手上是有擴散瘟疫的 對 那他其實可以適度的把檯面炸掉之後 再利用擴散瘟疫把檯面慢慢的挪回來 可是 我們必須講的就是 他剛剛手上有擴散瘟疫 然後他的場面用兩隻嘲諷 可是如果真的對方加壓是火門跟 BUFF怪的話 他的怪物每一隻質量都很大 他如果沒有再丟一隻的話 其實 超有可能被打穿 對 我自己是偏向 賭的那個 做賭 那 再提一個點就是 如果你做賭的話 就是比較害怕 火球連發這種情況 嗯 對 對 就是如果雙火球 或是寒邊鍵火球 剛剛好現在要細算一下會不會倒 可是前面丟過一顆嘛 前面的解牌丟過一顆火球 就丟了一個陸葵 所以感覺 像YuL提到那樣子 可能以剩餘來說 有 略勝一些 我覺得啦 略好一點點 我自己偏向 可是他最後還是打贏了 所以 也沒什麼問題 嗯 那 我會覺得說 可能法師剛剛那個地方 主要是感覺第二條 這個多頭蛇 有點太多了 太過了 而且對方已經是 一五嘲諷了 然後你再丟這個 就 你等於說你沒有考慮 殺雞煙用牛刀 這種概念 你沒有考慮對方的那個 呃 還有嘲諷的問題 嗯 可是看得到牌組的 對 而且兩個閃電可能有差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UZ幾個回合前 不是說要再出第二台蛇 然後後面突然又不要 可是 前面出的棘手性跟傷害量 賽跑來說絕對是你贏 可是後面德魯伊 是有機會逆轉的 對 因為你讓 德魯伊水晶多就是強嘛 幾張新牌都是還蠻有窄之力的 對啊 如果是前面丟 那個壓力又不一樣了 嗯 可是你在後面那個時間點 去用2加5 那 對 那就是有點危險 嗯 會有這個情況 對 那這個對局其實就可以看 如果 我們看一下 Tommy這副牧師有沒有放 秘吞死者 沒有 這一副沒有放 那 讓我想想 就是看手順不順 就是真的 這個對局就真的打手順 雖然講是打手順啦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牧師稍微烈一點點 是 我也是覺得牧師烈一點 牧師只要遇到偏快的東西 都是烈一點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覺得 現在這版的牧師 在測秘密的情況下 除非你真的很順 讓我覺得都很難測 因為你的 你的這些 解牌都是一張一張的 然後當你拿去測發現不是 然後你空灑的情況下 你必須去 承擔後面的後果 那當然你說不躲 那一旦反倒太好的東西 你會直接打掉 對 這個地方 不知道他會不會拿那個 痛自己這樣摔一個 拿鋸去測一下 鋸也還行啦 鋸就是一十二三 可是 可是我剛才 想說拿痛有個好處是因為 扭跟擋都會觸發 可是你鋸如果是扭的話那很尷尬 因為這邊 不測的話 有點苦 因為你的手牌是必須要打得很 跟得很緊的啦 那那邊不測就 這邊就 接下來要解決問題就很多了 嗯 而且法師這手上 等一下還是有補牌 補牌手段的 他應該是可以沉默說不定是可以直接交的 拿沉默去頂吧 嗯 拿沉默然後痛一隻補個血 劇可能就不會交 劇會希望可以再進一張一 嗯 然後當作全場掃台 對阿如果剛才不交你就一定要等到他來 或是很好掃的時候再說了 對阿他這個地方 這邊的選擇 其實我覺得交沉默還行 好像也沒有什麼東西要你沉默的 就龍曼吧 龍曼跟後面那個加4加4的BUFF 嗯 可是你被加4加4也是苦啊 這邊選擇直接交通 我可以啦 兩滴就自己接吧 2加2 有打吧 嚇我一跳 這邊一定2加2 然後我把問題再丟給對面 而且這個秘密時間點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你剛 呃 被開一個 然後你馬上再接一個 有時候對手會覺得你是不是一樣的兩個東西 嗯 對 這邊這樣打得很好 這邊撤 先沈默撤一下 然後 換掉這個 血量 我覺得算是還是保持得住的啦 對於牧師現在來說真的是蠻痛苦的 只是這裡 肯定要躲一下融火藥水喔 這個法師我覺得可能 沒辦法躲嗎 沒辦法躲 在這個時間點 嗯 當然可以先抽啦 先抽 應該是不會想要融蠻去倒數 就直接先抽吧 這樣就直接 這樣還行 如果看到這樣的話可以1加6 然後下一回合走一個7 對啊 這樣被融火也還行的 對 而且 呃 像一句說不一定要先融蠻 我倒覺得 融蠻也不差那一攻 對啊 假設如果我進一些秘密或是待會可以再做一波combo 我覺得那還好說啊 剛剛那個地方我真的覺得就先抽 然後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看完就可以上了 我如果抽到法反的話 我可以法反再加送金元這種combo再下一回合做 其實 對於一個要用法術解場的人來說 我覺得 也真的很有宅之力了 對 所以剛才那一首 他也做了一個蠻正確的判斷嘛 先抽再說 嗯 對 這邊 大蛇不錯 嗯 當然也可以用2去找 可是如果用2去找的話 我覺得龍蠻就可以下了 對 大蛇可能不用現在丟 他選擇1加5 可以就是 生物占滿 然後全部打頭吧 對 這邊 沒什麼好交換 剛剛已經得到一個情報就是你沒龍蠻藥水了 對 你才會這樣打 這邊的卡閘 這邊的卡閘如果拿1 打AOE變羊這樣嗎 拿1沒有羊 喔1 對1沒有羊 這樣不行 這樣這樣不行 這邊卡閘下了很 可能可以動機啦 唯一就是動機的可以處理而已 這邊卡閘下人就走 這邊卡閘下人就走 這邊拿個死吧 嗯 就 打仗死 交換一下 然後補個血 很危險 這樣子補頭 沒意外 倒地了吧 這倒地了吧 剛剛好12嘛 對不對 我那個獸人數學 扛不太多 獸人數學還行啦 5加5加2OK啦 對啊5加5加2 這個還算不出來 這個算不出來 體育老師要來體罰我了 丟了吧 OK 結束了 結束了 直接跳了 呃我覺得 有點可惜 沒有太多操作空間 其實 這樣子打 其實牧師本來就是被動啦 嗯 大部分都是撐到那個法師 什麼沒東西啦 其實 我覺得算不好撐 滿不好撐 嗯 他又體現出 當年 牧師的弱點 對 就是應該很能理解嘛 就是當年牧師之所以弱勢 在於說 他沒辦法主動進攻 但現在這版本就好很多了 弱點還滿多的 對 現在這版本至少你可以開胸 對 哇兩邊選得很快 他們沒有什麼猶豫說 下一場就出什麼 直接開胸 好 牧師前面騎手不錯 賊打頭的 我覺得這對戰就是要拚到底 因為這個對戰有一個重點我覺得是 呃 賊沒辦法躲任何的AOE 是 只要一看到AOE 台面就是空 台面就是空這樣 這樣倒 所以他必須要完全 兇到底 這邊競爭上光束拳 嗯 這感覺沒什麼用 這像光束拳等一下順便 加個人血變一個中型怪 加個人血就吃沉默 感覺有點鬧 這光束拳挺尷尬的 因為他沒有傷害 丟下去 對於這種打頭的東西來講 都是脫節奏 等於說 吉祥物啦 直接變一個吉祥物啦 對啊 這邊要丟嗎 很猶豫 很有可能丟下去真的是完全沒用 嗯 嗯 你一回合得沒弱勢 那不丟的話你就只能拔刀 他可以那個啦 幫自己生物補血之後 讓那個北軍抽牌 轉爆牌賊 不可思議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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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鬧 不要鬧 不要亂轉 這這這首尷尬啊 這首也很尷尬的 提到也要全部給對方 真的是蠻不好送 提到你得全送 然後 不然你就丟個2的光束拳 其實2的海盜也能丟啦 其實2的海盜是能丟的 剛沒看見2的海盜丟下去全部打頭 這樣 也還行 然後期許下一張再進一張 光束拳不太行吧 光束拳被北軍摸一下不就自補了 哇 光束拳喔 嗯 北軍也不會去摸光束拳啊 所以 我是覺得不會啦 是嗎 我覺得沒有理由摸光束拳 因為 你已經知道對方是打頭的 然後你的抽牌能力比對方好 那你就 少一滴4一滴嘛 你就一直去打那個 打結他他的怪就好啦 你會把海盜解掉啦 你不希望他 他等一下掉一個33海盜加起來也不太好啊 光束拳應該不會摸啦 光束拳就讓他放在那裡就好 他一輩子都會在那裡 我覺得根本不會動到 好想摸光束拳喔 不要不要不要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只是這邊在想 要下怪還是補血 摸光束拳你就能下怪啦 像我覺得摸光束拳骰虛不錯啊 不是我撞完之後我會補血 我會去抽那一張 OKOKOK 沒錯啦 你既然要撞海盜你就一定得補啊 我會去補血 你要下怪你就要撞光束拳嘛 壓力很低 你現在壓力很 那一張光束拳打下來壓力很低 嗯 那這邊上刀吧 那想說打一個配合嗎 對面都這樣出光束拳 我是加一點利用一下 對啊 有可能啊 反攻啦 等於他是直接浪費 就放棄掉自己的那個 嗯 一個回合 那這邊正常下吧 苦痛吧 牧師節奏很好 而且牧師等一下是 跳舞補血 嗯 牧師節奏非常好 這邊節奏在牧師這邊 然後光束拳 如果吃人血 基本上這盤就炸了 光束拳吃人血就炸了 有遊戲就結束了 就沒戲了 彈之感覺一定會貼啊 沒什麼理由不貼再給他 確實因為 不貼不知道在打什麼 直接變一個血人 那這邊就 05補一口一個沉默光束拳 然後 哎唷 進一張死欸 那這邊不會05喔 這邊可能會光輝元素 然後死沉默掉那個 嗯 這樣子才是最好的 比05好 這樣你硬幣還可以再看一下 嗯 好 托平也意識到了 沒問題 沒問題 沉默 給吧 其實我覺得死可以 絕對可以交 因為 沒什麼大牌了 絕對可以交 既然這樣打死就一定會交 不要在這個時候不交欸 這個時候不交有點怪 不用省喔 絕對不用省 沒有 沒有什麼武功怪啊 真的沒有什麼 欸欸欸 我選擇要做兩隻 然後用削血的方式去 嗯 可是這樣其實不夠好 我 其實這邊有點 有點比較不能理解 為什麼不願意交這張死 就是他想到什麼東西是 588還有大飯吧 可是大飯就比較少 可能是必須要防588 大飯的點在於說 現在沒有辦法做嘛 嗯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有個 小缺陷 那比如說我覺得其實 賊補傷害能力非常強 對啊 什麼貝斯剔骨 軍期 基本上 這5-2很有可能 一直在這邊成為一個5-2 然後你終究還是得回頭去面對 我覺得這樣打好痛苦 這樣打好痛苦 我覺得打快攻 不預設對方最理想 就是 有什麼打什麼兩個 拼手順 因為其實他手已經滿 Tommy的手已經滿順的 嗯 那你剛剛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不打死的話 那我就覺得你不應該下 光輝元素 嗯 我就覺得你就沉默跟武 對 那你今天剛剛如果那樣打的話 至少檯面是持平的嘛 我覺得剛剛那樣處理是 比較不好的 其實可以理解他那樣處理的理由 在於說 他想要利用瘋狂藥水去把 對方的這個 斜藩絕對者換掉 嗯 但在於說 就提回來就是 盜賊的補傷害能力 其實可以有機會讓斜藩絕對者不受傷 或是 保住 主要是 我覺得剛剛如果你不交死 你就交 那個5-5的拉閘 你就交5-5拉閘 至少可以對撞這樣 對啊 他會來換你 他不換你也沒關係啊 嗯 而且腳法觸覺代表他的檯面應該還是保持原狀 我想想 然後你的補血進度是有的也沒有真的這麼痛 不過他這邊進了那個雞腿 雞腿的補血能力也是超強 嗯 就是你反正你是快攻 你雞腿一定得解 嗯 就看他怎麼解了 好想all in喔 1 2 3 這邊1 2 3吧 對啊 對啊 因為選擇的拳都不在你身上 就是看牧師吧 看牧師等一下怎麼秀 OK 那這個死扣的還算有一點點價值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死就變成說 他如果前面找點腳可能洗牙就變完了 這個5-1踢你10滴了 嗯 然後 就是挺尷尬的 對 那你這個地方 那也許他可能抽到一點傷害的一個 這邊一個預先 預判 嗯 也許後面有抽到一點傷害 那種靈魂鞭斥 就有機會直接掃掉 比較有可能是這樣 那那也是夠會抽的 這邊喔 忽然海賊吧 沒有其他的 然後死打掉 66 總覺得哪裡好像怪怪 總覺得怪怪的 說不出個哪裡怪 不知道是不是我怪怪的 反正就是有怪怪的就對了 貼圖怪嗎 all in的吧這邊 嗯 就 這個5-1是踢頭太不舒服了 可能真的是想防 5-8-8喔 嗯 嗯 那剛剛就應該拉閘 我這關過不去 好好好不管了 就是一直不斷的回想說 到底為什麼不拉閘這樣 嗯 對他這樣子變成說他 要去找龍 他找到了 嗯 嗯 好他找到了 那一樣就是 檔刺 還是拉閘吧 還是拉閘 還是拉閘 當然他可以一個 他狐爛海賊想找什麼 如果是狐爛海賊的話 狐爛海賊的話 狐爛海賊找對方那個 無敵的武器 或者是一點傷害 嗯 也可以吧 呃 呃 踢頭吧 就踢頭吧 這邊已經沒選擇了 誰已經沒選擇了 武器砍掉一隻 然後 把怪全部都丟下去 祈禱對方沒有AOE 嗯 哇這邊可以 抽是抽到了啦 不過 這邊這樣子 我不會繳龍火 嗯 這邊這樣我不會繳龍火 就怪都全部下一下 然後 燒一個吸一個血 還可以補血 完美 對 沒錯 先抽先抽 這邊一定先抽 我想想 呃 這邊在考慮的是 如果用四千抽 可以考慮自己排 用一千抽 就要去算對方的排 丟吧 抽到什麼 抽到什麼 抽這個不錯欸 嗯 還算堪用 這個還行 反正這邊先補一口 不怪不怪 這一定不怪 嗯 因為血量一定夠用喔 對方沒有排喔 46D 打不穿了 沒什麼好險 這隻蛇 也可以解 也可以解 龍火加花瓣這樣 嗯 龍火加花瓣就好 沒什麼理由不解 沒什麼理由不解 反正對方沒手排 你這邊還有摸到一些傷害 然後待會可能佩爾要停在 再加生物裝 對方打牌 這樣子 他就只能靠天 他現在 要祈禱對方 就是他要祈禱自己 再進一張 大蛇 對 其他東西我覺得幾乎都完全沒用 而且你如果不解的話 炸雞很危險 對啊 所以 沒什麼理由不解 請假擔場也一定要解掉 唉唷 偷對方那一張 不要偷到那張藥水就好了 好 他偷到藥水 嗯 那 完蛋了 Virtual知道了 Virtual說沒丟 欸 偷到藥水了 這是個錯誤 Tommy直接 笑呵呵 真的是笑呵呵 好 沒差 這個盾應該沒差 給誰都一樣 都解 對一個快攻來說 都解不太掉這兩隻 一套 嗯 點掉 下一盒收頭 這邊 沒什麼意外 直接沒戲了 沒有東西可以打 沒有任何一張牌進來是會翻掉的 反正也沒嘲諷 好 我們這邊恭喜Tommy拿到第二勝 其實有點出乎意料耶 為什麼 呃 我自己在看這個對戰的話我覺得 牧師其實不太吃香 就是快攻賊打牧師這一塊 你怎麼看 我自己是覺得牧師開打 嗯 是打賊的話 嗯 因為 我覺得能夠應對的手段還蠻多的啦 我自己打起來的感覺 嗯 我打到賊的勝率算蠻高的 打到快攻賊的勝率算蠻高的 是 用牧師 而且現在大家牧師的配置都蠻小的 吸血的東西 像剛剛那個 後面一次吸7D 或者是 或是拿到雞腿 像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都很容易就直接打回來 而且 他們還有放奧希奈跟環 更容易 手段又更多一點 接下來是你的強項了 法師 這個就 這個法師的操作空間說真的沒有那麼大 對啊 有什麼打什麼嗎 就是 因為他很注重節奏 就是 如果想要玩好這套牌就是 只有一句話要提醒就是 節奏最滿就好了 玩這套牌最重要的是 前面要抓龍蠻 也可以這麼說啦 因為我知道 我正好這套牌上 之前有玩一下 然後 前面有龍蠻真是有點屌 龍蠻就是 可以算是大幅提升勝率的一個方法 對啊 你前面有龍蠻然後直接丟下去 快攻全部死一半 沒有東西打得玲瓏滿 沒有東西打得玲瓏滿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三回的時候有那個 呃 齊倫托 在加咪咪 我覺得也是挺強 我們看 這隻手牌 不錯 其實不錯 對 這個也很節奏 這邊用這個 毒藥拿到攻擊力之後 金具來道相對變得便宜之後 其實也很節奏 這邊可以 這邊我覺得可以 這邊可以直接霸到的 嗯 甚至可以拔刀不砍 但我覺得這邊 我覺得拔刀不砍就不要上這個硬幣 因為對面是秘密法 其實你這個硬幣很重要 會嗎 可是他這樣拔刀 下一回合可以 1加1欸 下一回合可以1加1 這邊拔刀不砍吧 下一回合1加1好像比較好 也行 但缺點就在於說 你在後面測秘密的時候 其實很痛苦 沒有 應該不考慮測了 直接不管了 就是要打一個兇的 他們那種 打頭都是玩命的 多瑪是來玩命的 好 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邊 我覺得這樣打好 這樣打很好 而且 連他海盜都還可以Buff到 手上還有人血 壓力超大 應該是蓋一個吧 只是對這種賊來說 說真的 蓋秘密的效益 沒有很強 法度都很小 寒冰劍進得不錯 寒冰劍 可能還是要炸火球吧 水晶要漂亮 這邊得丟火球 下一回合做好 比較靈活 或者是 丟一隻怪 我偏向丟火球 可是我是上第四角 可是我是上第四角 因為我看到對方的身體不夠 又一張 打滿 壓力太大了 這場 速度有點太快了 好 喔 拿了一張雕紋 可是雕紋拿什麼東西是有救的 你覺得有什麼東西是有救的 好像沒有對不對 現在嗎 這裡超難 可能要連雕啦 可能要一直 直接雕兩個回合 這樣才行 他這邊如果要交火球 好苦喔 好苦喔 他這邊下怪好苦喔 對方壓力給太大了 真的給太大了 第二張這個抽的還不錯 第二張這個隊長抽的還不錯 第二張這個隊長抽的還不錯 不夠不夠 一定不夠 那就二加三吧 做一隻四四還行啦 真的算還不錯 反正對方也沒得解 一定會撤的喔 這個一定會撤的 這邊也不可能直接打人血 這邊打人血給對方四攻 太危險了 然後放個禮服 兄弟會將貨都勝利 怪姐姐 依依應該可以不理啊 然後打頭了 好 進了 我覺得沒什麼路用的東西 看要不要找一下 嗯 這邊一樣可以想一下找什麼好 找個 隕石 對 唯一就隕石 找個隕石還行 拿寒冰劍吧 拿寒冰劍 我覺得拿寒冰劍好了 對啊差一飛 不然火山藥水其實ok 火山藥水其實ok 可是現在這個情況寒冰劍 然後就寒冰劍 先活下去再收而已 寒冰劍寒冰劍 然後丟隻怪 不錯 這邊如果 OK 嚇我一跳 我想說如果這邊你會選擇 拿火山 都沒試唱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再丟一張二 要投一張 這危險 偷到傷害就都倒了 再來一張 再來一次 哇 掛人血了 可以投 可能刀比較好 對啊轉刀可能是比秘密還要好一點 是啊 一滴了 受不了了 沒戲唱 對啊 打人家沒戲唱 在這邊 蓋那個 冰箱也只拖時間而已 好像沒什麼辦法 傷害也跟不上 很可惜啊 我覺得挺可惜的 我在想剛剛前面做的那個選擇 如果他那個地方丟火球了 會不會結果不一樣 因為 傷害不會打到那麼多 不確定 有點難說 因為那邊 即便可能會有結果也差 因為他下一回合的確可以做 我覺得這場有個問題是 那個宋靖遠的壓縮不夠好 對 然後再來是 因為他沒解 然後又再一張 船長 所以導致於兩張互相 掩護得更難解了 對 那也是對方右手船長啦 才會搞成 就是 那麼痛苦的態度 對 這應該是沒辦法吧 嗯 他直接點一下自己 前面開局還是太兇慘了 利用那個 毒藥瓶 然後節奏壓縮之後 再接酸船長這樣子 對 喔 又是打到三幕點 現在是剩下 呃 聖騎士嗎 德魯伊跟聖騎士 沒有 德魯伊過了 嗯 然後 法師 對 法師跟 就剛那個法師 就剛那個法師 對對對 剛那個法師 內戰嗎 是嗎 沒有 法師 聖騎士 OK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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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局你怎麼看 呃 我覺得 重點在於說關鍵怪 這個對局的話我自己會偏向法師優勢一些 因為法師打到中間秘密你變成 聖騎士很不敢buff 因為你只要buff一次錯你就炸了 呃 還有一個點在於說 基本上法師的零閃結場零活到 讓聖騎士的怪名沒辦法活到下一個回合去遲到buff 這個還蠻關鍵 就好比說你今天的 像以往啦 呃 你的這隻魚如果等不到魚人隊長進場 被解掉就等於沒用 那等到魚人隊長進場我覺得對法師來說才會是另外一種 呃 更困難的情況嘛 但現在這版本魚人隊長一旦被nerf了 然後法師沒動其實有點黃金交叉的感覺 是啊 你很可能等不到 你很可能說我二回合 我這邊運氣還不錯 我的天啊 他連續兩張右手都是 不怪是快攻打人嗎 對 那左邊那個東西放的我還想說 你牌這樣拿應該是沒有想要贏吧 結果 直接兩張右手 結果完全不一樣 這邊如果再進一張 OK 這邊的節奏算是 這邊如果再進一張什麼 呃 審判官 或是船長 甚至隨便再進一個什麼 隊長 對 這樣還行 這樣還行 這樣還有得打 等一下可以打兩張二喔 嗯 但這邊UZ提到問題來了 對 你在拆秘密 在拆除秘密的過程中其實是非常的 不夠靈活 這邊挺痛苦的 對 就是 可是恐龍安全啊 這邊打恐龍絕對安全 先建立到足夠的優勢 再來想秘密吧 甚至有時候秘密會到底都破不了這樣 哪一隻死身 場面的攻擊沒有很高壓力沒有很高壓力沒有很大 所以我覺得還行 先接恐龍吧 噴一下 然後小火球點一下 這裡其實很難 噴一下小火球點一下我覺得還行 真的還行 嗯 或者是直接丟兩隻我也覺得還可以 對 有在想要不要丟兩個人 因為 如果你是 用點的話 傷害 傷害固然是可以保留住啊 但 檯面感覺有點太弱了 對 對 對 這樣可能比較好 對 其實 不要覺得這樣丟 就是虧啦 就是 你需要這個節奏 嗯 非常需要這個節奏 對方這邊進了一隻一 還可以搭到大恐龍 這炎禁很好 呃 攻擊力嗎 不選攻擊力如果你選什麼比較好嗎 不選攻擊力喔 我不知道我看他這樣我就 我可能就選攻擊力了 他就選血 他不希望自己的魚被解掉 然後後面可以 可能隊長來的話 任何的群體BUFF都OK啦 可是就 我覺得兇一點好 我偏向是會拿那個攻擊力 因為其實 如果對方手上解牌這麼多 又怎麼會用兩張這個二三來噴我 對啊而且他的怪又不是說是一血的 然後他的怪都有三血 所以說對方最少要交寒兵劍或什麼的 對 不然就是 你不可能去防對方也是偏快的東西 有範圍結 因為如果說 假設對方的手牌的結場很 完整 那他其實可以 繼續把這檯面放得更炸掉 他就不用兩張二三下來噴 這樣子 對 這是我會拿攻擊的理由 這邊 其實可以攪火球 也只能攪火球 火球雙撞吧 攪火球可能好一點 其實攪火球沒問題 對 其實我自己在打這個法師 有一個理解是 宋靖遠反正就是沒事做才在丟的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如果在這個地方 剛剛如果 對方不是拿血量 這個地方可能不能攪火球 嗯 那攪火球的人 壓力會太大 壓力太大了 我 我覺得 我是覺得沒什麼理由去拿血啦 我也覺得好像不太能拿血 就是我 我剛剛看到那樣子 我一定是走選三號 很簡單的 他可能有他的考量啦 他想要磨的把對方磨死吧 這張王者 下一張牌 只要進得稍微爛一點 這張王者 大概就是要直接被撕掉 哇 這個算爛嗎 這張其實算好 這張其實算好 因為 他可以拔刀 他這邊可以拔刀 這邊就上王者 可是他這邊不上王者 就代表他沒有要 沒有要 就這輩子都沒有要破 我覺得他沒有要再 還有一個機會是這樣 我覺得沒上王者還有一個機會 是下一回有進水源學家 二一四剛好 剛好推掉之後 他沒等水溫 對 二先找一個嗎 二先找一個吧 先雕比較好 絕對是先雕比較好 先找一個吧 真的 嗯 這邊必須找 這邊必須找 你說你要天真去再跟一個師 那代表你每回合都要點嗎 沒道理阿 以你的手還不適合每回合一直點 對啊 你一定是雕文加一個送圈 或是雕文 反正先雕文再說 雕文也可以再看情況來作戰 雕文好 雕文秘密也不錯阿 而且 如果我秘密的話 可是秘密要拿到什麼 哇他選擇這樣喔 哇他選擇這樣喔 我覺得這個遲早要放棄 就是一直控制於這件事 唉唷 進這張是 算是幫到法師這個地方 因為 他這邊 就是他一開始就打算沒有用法術 然後等於這張牌沒抽到的意思 這樣是 好尷尬 因為 我覺得就是 因為如果 他現在怕的其實 不是法反 他其實沒有很怕法反 他是怕法扭 扭過去直接召喚一個 5-7給人家 我覺得扭過去就炸 如果是法扭就炸了 就是這兩張buff 那你的評論算是很 很中肯阿 不小心buff搞錯一個 你直接倒地這樣 對 這真的是 其實這個對局就是這樣 我看好法師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就是 你手上的buff你全部不能下 重點是你敢下 你敢賭 這是完全不同壓力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他是不敢賭的 這樣看他是不敢賭 那你直接卡兩張配牌 我覺得有點太拼了 我的理解是卡在於 因為老實說 我對於這種 秘密型態的掌握度蠻低的 因為我覺得玩起來有點無聊 說真的 但我覺得好打的原因還是 我覺得這也算是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他的解場零隧道 原生有點難建立台面 其實很好處理 誒說真的 我這個地方我跟他選擇也不太一樣 我這邊必須特別提一下 如果我是透明的話 安東尼裸下 我會直接丟大法師 因為 因為我想不到安東尼被解的可能 對 而且 我想不到他會被解的可能 我頭上頂一個法反 你要怎麼解我 你刀剛剛砍掉 唯一理解是塔琳姆 可是塔琳姆你早就丟了 剛剛有塔琳姆一定直接丟 對 沒錯 一版法一定丟 所以說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他剛剛要是丟大法師 基本上很有機會 解不掉 大法師直接解不掉 唯一的問題就是 頭會被爆開 但感覺還好 因為刀也沒塔琳姆也沒 然後法術被封鎖 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你最兇你就騎一隻馬嗎 我覺得好可惜喔 剛剛那個地方好像大法師真的不錯 因為 剛剛那個情況 我們已經可以預判對方的手牌了 對 手牌一定有很大的 先插一張否定 不然不會三張都不能下 剩下就是他BUFF的概念 而且也沒有馬喔 馬還是要是右手的喔 因為剛才七回了嘛 對吧 所以其實感覺 大法師我下是 很有邏輯的 不過他大法師我下 這邊會是魚人隊長 這邊有個隊長 那難說 可是魚人隊長就換我覺得沒有很虧 嗯 因為魚人隊長下完 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下 沒有我比較怕是魚人隊長去踢臉 哦 魚人隊長去踢臉 對 因為這邊血量還是保持得不錯的 這邊要找羊了 有羊嗎 呃 似乎是沒有 OK 看起來是沒有的 這個佛丁 難處理喔 太難處理了 嗯 哇 我也覺得是 超級不好選 選什麼都不對 我覺得法師要換 換路走囉 看能不能利用磁商去灌 磁商 好像可能不夠吧 因為火球也前面也交了 沒有 他這邊假設是這樣 我覺得這邊有個理解是 你這邊可以先上個秘密 嗯 然後下一個送金元 我沒火啊 喔我覺得這不應該冰欸 我覺得這邊就勇敢一點給人家打吧 下一回合你可以做完冬妮然後冰起來 然後下一回合再可能是用 火球接火球加天真劑 下一回合再用火門 我覺得這樣是唯一比較好獲勝的方法 對啊 然後對方現在來這個 測秘密了 不過 不過 這邊的結果論來說又換風向 就是 他很有可能 呃 因為照剛才的理解上就是 冰醉先扣著我讓你吃一輪 然後我可能很慘 嗯 但這邊可能會被破秘密之後 直接王者貼上去 然後直接倒地 對 對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窘境 但 呃 我覺得以勝率來說跟 法師視角看到的事情來說 我覺得剛剛應該要 去扣 安東尼這件事情 好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他手上大法術一定有 而且不只一張感受得出來的 那 隨時會被用這種秘密去 聖騎士秘密去破掉 你終究要回來面對這問題 那 現在就有點來不及了 哇 現在這樣子 痛苦 對 我覺得剛剛把 冰椎留下來 搭配安東尼打一波火花 直傷兩顆火球 天真技什麼 這邊還有辦法打 這邊丟 丟一隻土元素出來 嗯 這邊直接丟一隻土元素 這邊就只能靠作弊了嘛 這邊要靠賽 嗯 這是什麼 呃 這個 爽聲給兩個 一一的那個 骨灰 對 那就爆炸了 對 這邊 呃 傷害是來到 好像是夠了吧 好像是夠了 好像是夠了 這buff是加兩張 太多了 對 這邊有提升一個六攻對不對 好吧 嗯 好 我們恭喜 最後 最終的結果 拉鋸戰 快攻獲勝 對 我們這個Virtual差一點就能守關成功 嗯 我覺得 呃 最後那一場有點不夠順 可是我也覺得說 如果選擇上面有不一樣的話 不知道結果會不會變 因為 前面的一些 像我覺得大法師那邊下 我覺得還行 大法師要嘛 直接下 因為其實蠻多就是 也確認到這個塔琳姆的問題 還有 是 這個 騎馬也是沒有的嘛 對 那張師戰馬也沒有 也沒有 對 然後 我覺得 包括最後一個回合 我那邊提到說 用安多尼加冰錐 嗯 也許是最後的 成功機會了 不然我真的不曉得那邊要怎麼打 因為 你那邊雙也沒冰箱 然後你的手牌長那樣 然後檯面已經炸了 對啊 你已經知道檯面 那邊Virtual已經進來了嘛 嗯 檯面已經炸了 然後你也知道對方卡手牌 其實有沒有機會 讀一回合不死 我覺得想看一下 因為 已經了解對方卡手牌了 所以我在想 我自己偏向大法師啊 對 我自己偏向大法師 兩個 那邊你大法師我下 再一個就是 say一個這個 安東尼加冰錐 是 對 我覺得這兩個點可能是 比較有機會 嗯 造就他反打的 還有前面的雕紋吧 我覺得前面的雕紋也是個選擇 就是他直接選擇丟飾 然後點消火槍 對 對 所以 在討論上還會 常常 九個職業裡面 最常沒有結果的都是法師 雕紋就是 技術嗎 雕紋是個技術嗎 就是技巧 技巧 技巧卡 對 那 常常講到後面就變成說 好像每個選擇都是一個選擇 對啊 因為你前面如果是那樣子 他 沒有他也貫徹他做的選擇 嗯 那我也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 如果你前面做的這樣子 那你就整個情況都要改 對 因為 像你剛剛最後面是說 大法師 拿火球去殺人 那也是一個選擇 就是打凶嘛 對 然後就要放推一個回合 嗯 就要看怎麼樣是勝率最高的方法 嗯 其實還蠻多可以討論的啦 我覺得 很多 但是 就是老實講一句 我覺得最後一場 一定有 可以改良的地方 最後一場 對 就是如果我是法師或是 聖騎正面視角 我覺得法師應該可以再做更多 更好一些的選擇 是 因為聖騎視我覺得 就是要改變的東西比較少 嗯 對啊 因為畢竟本來就是一個操作空間不大的牌組 是 好 那我們這邊先將鏡頭交換給我們主持人 拜拜 好的 歡迎回到這個台港澳競技術賽的現場 我們恭喜這個 來自香港的BlizzTron 以3比2的比分 拿下了勝利 晉級到了我們的這個 四強啊 先跟觀眾打個招呼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BlizzTron 好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這個 你們來自香港都帶了四個快攻 是怎麼回事 你們是一起討論過的嗎 對啊我們 我們四套全部都一樣 一樣 一樣一模一樣 對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 不選擇戰士選擇愚人勝的這個原因 其實我們是 不選擇戰士而選擇了盜賊 不選擇戰士 然後把那個戰士的缺給了盜賊 對對對 那為什麼你會認為這個快攻的賊比快攻的戰士強 因為現在戰士就是小府改之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二費很常就是空過嘛 但是 其實盜賊二費按刀是很好的一個play 因為還有那家的那些 還有因為你按刀可以配合被刺那些去解怪 所以說就相比起戰士 就盜賊兩費空過比較沒有那麼那麼慘 好的那再問你一個問題喔 你剛剛盜賊的那個虎爛海賊拿到了一個光束拳 當下的這個看到感覺怎麼樣 我當下看到我就 我就很想就是加冷血下去嘛 可是那一回合就一直在想 到底要不要現在下 然後下回合直接凶一個 結果後來 下完之後就後悔了 下完之後就後悔 為什麼後悔了 因為我T3還是沒有加冷血下去了 對對對 所以就後悔了 好啦 再次恭喜你獲得這個比賽的勝利喔 順利挺進到四強 你有什麼話 特別想要跟這個 家人朋友說的 家人朋友 支持你的粉絲 等等我下一場是打Yuzik嗎 我下一場是打Yuzik嗎 你下一場是打 你下一場是打 對 那 那沒什麼好說的 沒什麼好說的 你現在可以先嗆一下一下Yuzik 你們來自同一個地區嗎 應該很熟吧 很熟很熟 嗆一下 然後在台下 自己這樣看著你 嗯 反正 反正 那個 頭就一起破掉嘛 無所謂啊 好 再次恭喜你喔 那我們這邊稍坐休息一下 下一個精彩對戰馬上回來 下一個精彩對戰馬上回來